虎式王牌 神教152版 虎式坦克它有没有缺点 答案是有 接近60吨的体重啊 它的炮管呢竟然细得跟牙签一样 丝毫没有啊 这个老虎的威严啊 面对这个苏军的大古兴坦克啊 更是显得力不从心啊 这个虎式坦克啊 想要以德服人啊 那么呢 它的火炮啊 必须做下升级啊 咱们直接换车啊 神教152 好 兄弟们 这样的虎式坦克啊 你能给它打几分啊 我们让德军啊 也来感受一下苏军的黑科技啊 这个炮管的口径啊 直接翻倍啊 它变粗了 也变强了 这才是完美的虎式坦克王牌啊 为了弥补火力的不足啊 同时呢 我还在坦克的前面啊 加了一瓶20毫米的机关炮啊 关门用来对付轻型坦克 现在呢 在我看来啊 它可以称得像是一样完美的坦克 它的名字啊 也从之前的虎式坦克啊 变成了现在的大老初啊 啊 我废话不多说啊 直接来实战一下 看一下改动之后的虎式坦克啊 威力到底强不强 不管怎么说啊 它这个炮塔改完之后啊 看上去还是非常的霸气的 我觉得这个坦克上面啊 加了个机关炮啊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不管是用它来打坦克啊 还是用它来打飞机啊 都非常的丝滑 今天呢 为它找来的对手啊 也是实力非常强的啊 就是苏军的152家族啊 只要这个口径啊 达到了152毫米呢 全都拉过来了 有自行火炮啊 还有KVA坦克啊 这个德军啊 也是一点面子都比啊 剩的呢 就是一顿狂轰滥炸 这个苏军的坦克啊 直接被打成了筛子啊 太惨犒了 这么强大的火力啊 别说是坦克了 换成奥特曼还差不多 过来 毫无意外的 被打成了筛子啊 当然啊 这个苏军的152啊 也不是盖的 这个看上去呢 不像是在打仗 倒是有点像在拆迁啊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啊 就被打得稀碎了 要么怎么说 这个腐尸坦克呢 比较厉害啊 狠起来啊 自己人都打 崩溃了 我真的崩溃了 这虎军坦克 用上了15啊 之后啊 这种感觉 还真的是非常的爽 这个KVA坦克 看到我们啊 那都得直摇头啊 而且这个火炮的精准度啊 要明显的高于苏氏武器啊 我严重的怀疑啊 这一炮啊 可能是自己人误伤啊 现在呢 整个战场啊 完全是这个 虎氏坦克的天下 不论是从火力上 还是从气势上 完全都是碾压式的 这些苏军的坦克 只要赶露头啊 那他必然会遭到 沉盾的炮弹攻击啊 今天呢 不是一场比试啊 完全是一场屠杀 我也没有想到 这个虎氏坦克呢 换中了15啊之后 威力会这么强啊 这个KVA坦克 还是有点东西的 20毫米的机关炮 对他是一点伤害都没有啊 不过 用那个机关炮 打热心的小碎皮啊 应该是非常的爽的 最后呢 让我们一鼓作气啊 消灭了战场上 仅有的 怎么样苏军的坦克 这么强大的火力啊 任何人啊 都抵挡不住啊 毫无意外的啊 今天的虎氏坦克呢 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啊 但是呢 他的威力啊 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 好 我们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 拜拜